好来看到台中市的台湾大道竟然能看到恐龙 自然科学博物馆和市府合作任养了两座公车专用道的后车亭 而巨大三角龙暴龙栩栩如生呈现 站内还有浩瀚星河也成为另类的打卡亮点 巨大三角龙出现在公车专用道站体仿佛置身博物馆 科博物馆和市府签署后车亭任养计划打造地方新地标 他们把这个科博物馆最有趣的最重要的这个象征就是恐龙 设计在两个站体上一共六只一共六只 我想这个恐龙民一听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公车站是恐龙的设计一定很高兴 不只暴龙原点龙栩栩如生出现在眼前 就连后车亭内部也藏有小巧思 以浩瀚星空为主题将银河行星描绘框点 抬起头就能看见浩瀚宇宙 科博物馆和市府合作任养后车亭双方签订三年合约 打造全台最具特色的后车亭 不管是站内跟站外白天跟晚上都一样的美丽 那我们这次的合作呢希望能够带动其他的一些机构呢 也可以一起为台中的台湾大道上面的后车亭的39个站体呢 都能够做出各有特色的一个展示 台湾大道沿线行经众多观光景点像是绿园道秋红谷美术园道 沿线共有39个公车专用到站体搭乘人数众多 像是科博物馆站每天就有将近2000人搭乘 这次将站体大改造要给游客和乘客不同感受 这一站就是带给民众们一个生活上的一个乐趣也好 也像是一个科博物馆的对外的一个卫星展的概念 所以在你开车路过时可以感受一下 科博物馆的这种博物美学的气氛 然后让大家在疫情期间不要觉得太沉闷 然后有一些正向的力量这样子 后车亭换燃一新将观光还有艺术结合 搭造多元乘车环境也成为台湾大道公车路线的一大亮点